包包 其實可愛的包包 她看得懂耶 馬蝦 馬蝦看得懂 連馬蝦都說好可愛喔 因為包包夠大 好適合妳喔 馬蝦 因為包包夠大 我跟妳講 馬蝦妳拿這個出去 妳贏了 哪一下 哪一下 姐姐們就看妳了 好適合妳喔 好可愛喔 好適合 好適合 其實看到顏色大家就覺得很可愛 對不對 看到顏色 但我要提醒就是有一些姐姐 芳芝 這一種 有一些姐姐們 姐姐們會有一種 忘記帶東西的不安恐懼症候群 所以呢 所以很多姐姐 塞很多東西在包包裡 通常我們看拿這種可愛的包包 如果那個包包塞到滿 就是姐姐姐 妹妹都無所謂 沒帶無所謂 沒有那種無所謂 沒關係 因為她妹妹 我妹妹就是這樣 她什麼都不戴 因為姐姐會戴 就是這樣 對 妳看像這個美樂蒂 好可愛 一個美樂蒂 很可愛對不對 這個是日本的一個品牌的包包 他們就是走這種很可愛 或者是很都會的 像這個 這個我覺得很有趣 它這上面的這個貼布 是可以換位置的 所以 好酷 對 它可以互換位置 好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接下來這個是韓國的潮牌 你看他們家的眼睛包 很有名 很可愛 超多人 他們在秋冬 反而出了一些很亮的顏色 或者是這個 這個是他們比較新的主愛 你看 深舌頭的少年人 他們家其實現在在台北街 我已經看得到很多了 對 真的 已經看得到很多 然後下面這個 我覺得也很年輕的童趣感 這個設計是它透過了 樂高積木 很好 你看它透過樂高積木的這種原理 設計出了一系列的圖騰 除了在手包 壓克力手包上面的愛心 好看 你看它的手拿包上面 利用樂高 拚出了很多不同的圖案 你就覺得這好可愛 你看像後面這個包包 在毛泥布上面 還有一個樂高愛笑臉 可愛 再來就是 他們家的東西 是你想要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又好像覺得 太小孩子的東西 你又拿不出門 你會覺得自己還是有那種 姐姐的那個包袱存在的話 你看嘴唇包他們家這種手包 其實它也會有一點點變化 然後也可以就是讓 譬如說手女們 或者是年輕的女生們 會有一點比較優雅典雅的感覺 然後除了這種包包之外 我覺得鞋子也是很童趣的 也可以讓你就是擺脫姐姐的感覺 像剛剛紅糖 穿的那個很可愛的鞋子之外 很可愛 你看 像他們家 這個品牌其實是一個 很有名的品牌 那麼他們換了設計師 換了這個Jeremy Scott之後 Jeremy Scott之後 他們很多的很有趣的東西 全部放到他們品牌裡面了 他們家就是這個牌子 就是這個牌子 這個是包包 這是包包 這不是帽子 這不是帽子 這是包包 好特別 好看 對 這是包包 說到了這種卡通 說到了這種年輕的槽 牌的東西 就一定是他們家了 好亮 你看他們家鞋子 對 眨眼 眨眼 或者是這個球鞋 球鞋 這個我做成T恤也很可愛 對 對 這是球鞋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雙了 這一雙 I feel 我感覺到 開心 這個不是 這是邪惡 邪惡 因為 它有伸出它的牙齒 牙齒 真的 它有牙齒 它可以換的 有 有 不只是 你感受到了 有可以換 不同顏色的感覺 今天貼什麼顏色 就是什麼樣的心情 這是比較深一點的 紫色是神秘 藍色是憂鬱 憂鬱 為什麼 藍心是憂鬱 為什麼 藍心 因為Monday Blue 所以你也可以透過這些東西 就是讓你的朋友們 感受到你的童心 然後自己可以 走在時代的尖端 20秒 今天 我們很久也 謝謝 我們都介紹 請 請 請